有名就算是劇台上PO出 他在高雄的小港机场停车场 发现一辆白色轿车 他车窗忘记关了 车主疑似出国 结果现在山陀的台风要击逼近了 而现在气象主委发布海上路上的台风警报 这暴风半圈已经接触到恒春半岛的陆地了 因为高雄也被列入警戒区 让网友帮他担心说 这车主的心真大 又担心说 之后强风暴雨的状况下 这车子恐怕会遭殃 因此相当热心的帮他把窗户手动封起来 用这个胶带还有塑胶带 是把窗户整个封死 而事后也在底下逗区的PO文说 当时有清洁人员在旁边 可以证明他只有帮忙把窗户封起来 并没有乱动车内的东西 而乌独拥有在高雄左营 则是有车主在上次开明 台风的时候被击落了 这车还没修好 新家又暂时住不到车位 就怕这个车门会漏水 所以直接用塑胶带的方式 把车子整个造起来 然后贴上胶布 希望这样能够挺过这一次的山坨台风 还要网友说如果经过的话 可以帮他看一下车子是否有平安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